画面上可以看到 基隆市台电大楼前方的公车亭 弧心外观相当吸睛 不过日前有民众行进公车亭后方时 却被公车亭与人行道的衔接处半岛 这个人扑倒在路面上 膝盖严重于轻 太痛太痛了 然后趴在地上完全爬不起来 其实就OK的很厉害 而且就感觉整个筋骨都非常痛 而且更两天就越来越痛 从那天到现在已经十几天了 到现在走路都还会痛 由于公车亭后方常有机车 临艇压缩了行人的用路空间 当事人说事发当下一对情侣一面走过来 让他被挤到公车亭的旁边 一不小心就被公车亭与地面的衔接处绊倒 台电基隆区营业处表示 由于大楼进行整修 为了整体感 他们也韧养了大楼前的公车亭一同整件 没想到瑕疵的设计会让民众受伤 会在一个月内切除四个衔接处的边角 并禁止机车停放在机车亭旁边 以维护行人安全